记者钟丽华,500宣台北报道,暑假将近,中国积极在台招揽各种数期营队,不仅涵盖大学生,也延伸到中小学,我各级学校行政人员竟协助对岸征选学生附中交流,教育部对此却放任不管,连该部所属的柯博馆也开办两岸下令营,教育部上周四发行的电子报还协助宣传, 立委批教育部毫无警觉,让中国统战渗透校园不仅正大,台湾师大,清华与金门大学等校网站,自三月起陆续张贴两岸暑假交流活动,私立大学更多,其中东吴大学网站有复旦,安徽,山东大学等校,共28个文化研习与暑假课程等活动,文化大学公告更达33个活动, 还有以新联新手拉手,两岸同胞情为延席营名称,就国团今年承办的情细青春,两岸青年深成行,主办单位是中国青年大陆研究文教基金会,针对电影电视相关科系与社团的台湾学生,开出50个名额, 八天七夜报名费仅台币5000元,中方落地接待,连网反计票都买单,此外,中国科协,中国教育部主办的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, 据台湾主办单位网站资讯,有40所,220名台湾师生参与,建中,北义女,中一中,中女中等知名高中被列为协力学校,协助临选学生附中交流 至于科博馆举办的两岸中学生自然探索夏令营,去年在浙江举办,今年轮到台湾,但中国学生来台机票由中国政府补助 据中美报道,去年浙江自然博物馆长颜洪明在夏令营致辞时强调,海峡两岸一脉相承,青年同胞血浓于水,希望增强民族认同教育部中申教育司回应, 该科博馆活动由科博馆基金会主办,由科博馆提供讲员协助科教内容,和政治无关,至少办了十年了,主要是让中国学生来台可以感受自由民主 台湾学生去中国则可以看到精彩的考古和恐龙等地点,属于正常的两岸文教交流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,在马政府过去八年轻忠下,让学校行政人员缺乏国安意识 如何建立教育国安防线,是新任教育部长未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表示,中国的落地接待,以不符比例的旅费拉拢台湾年轻人,证实教育文化是表面,思想统战与渗透才是目的,教育部应有所警觉